后半辈子没啥压力 有舒心生活的生肖 收入越来越高 和和美美 十二生肖之数 生肖数的人 一生都在积累经验和人脉 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年龄增长后 就毫无用处 因此从年轻时就做好准备 精心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 因此一旦进入中年期 他们比其他人更精明 比其他人更懂得存钱 拥有丰厚的资产 他们的后半生没有太多压力 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生活的规律 赚钱也十分得心应手 甚至能为子女做好一切准备 作为叔叔的人 他们的性格坚定不移 决策果断 只要找到商机 便会迅速做出决定 他们早早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但初期运势并不稳定 没有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不过在3月23日之后 鼠鼠人将受到紫薇贵星的扶持 日之上的吉星也会闪耀 事业和财运将相辅相成 财源滚滚而来 自3月21日开始 只要他们拼搏努力 一生必定充满喜悦 幸运总是降临在他们身上 鸟语花香 红红火火 成功的后半生将成为他们的动力 祝愿鼠鼠人财源滚滚 万事如意 一次的失败不代表每次的失败 珍惜此次好运 必将在财富之路越走越顺 鼠鼠人天生拥有好运 只需勤奋努力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展现出自己的工作能力 一切都将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蓬勃发展 拥有信心和毅力 并凭借自己的实力 将能够走向财富之路 不仅如此 他们还将获得贵人相助 自三月二十一日开始 运势将翻身 财运上涨 事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家人也会给予帮助 发展之路更为畅通 二零二三年 鼠鼠人将能够熬出头 尝到甜头 平庸只是暂时的 最终将涅槃重生 鼠鼠人绝对是拥有福运的属相之一 而且赚钱能力很强 只要稍加努力 就会一鸣惊人 风生水起 就像今年一样 鼠鼠人对自己的事业非常重视 三月之后就更加顺利 生意如鱼得水 不再被人所忽视 三月二十一日 他们将容易获得贵人提拔指点 财神爷也会格外关照 随大运到来 财运将越来越旺 并能成家立业 此外 鼠鼠的人也许会在旺运中遇到桃花 十二生肖之虎 鼠鼠的人前半生经历过许多起伏 但这些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 对生活充满信心 不论年龄多大都坚持自己的方向 他们不认为中年后就已变老 认为自己能在四五十岁时继续发光发热 创造更大的价值 后半生的他们性格温和 有风度 并实现经济价值的提升 赶走贫穷 远离是非 并遇见许多贵人 让自己的后半生过得更美好 大财虎 务实利落 细心入微 他们游勇往值钱的精神 天生具备创业致富的才华 在商场上财运不断攀升 他们做事有条不紊 与同事相处也非常可谐 从三月二十一日起 鼠鼠的人将迎来难得的转折点 先苦后甜 不但有财神降临 还有事业上的重大机会 只要努力工作 鼠鼠的人一定能成就大量财富 保持事业迅速发展趋势 鼠虎的五行运势非常好 后土入金 是发财的征兆 现在正是发家致富的好时机 鼠象虎告诉你 今年上半年有大喜 虎到成功 生肖虎人的生意兴隆 奇迹也将降临 从三月二十一日开始 生肖虎人的运势大幅提升 财气连连 好运不断 如果抓住机会 想要财运亨通 幸福自然就会降临 此外 对于一些属虎的人来说 也有可能因为好运而找到真爱 对于想要脱单的人来说 多表现自己 勇于追求真爱 可能会让你更有幸福感 生肖虎人激情大方 敢于冒险 有强烈的欲望和自信心 他们在工作上有出色的表现 并且能够持续提升自己 在上半年度 由于没有观察好市场 盲目跟风的投资导致亏损加剧 生活显得相对辛苦 但是 只要能挺过这段艰难时期 三月二十一日将带来惊人的逆转 属虎的人在三月底将会获得巨大的财气 收入不断攀升 并且有望得到上级的认可 生活将让人嫉妒 十二生肖之蛇 生肖蛇的人天生聪明机智 拥有存钱的习惯和良好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后半生并不会太贫困 因为上上下下都有贵人帮忙 并拥有众多朋友 让他们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现 仍然有望更高层次发展的能力 在四十岁之后 他们不会陷入各种各样的退步 而能够圆满地完成自己的生活目标 一步一步地把家庭经营好 让自己和家人一起过上丰富的生活 生肖蛇的人天生就有一股气势 这决定了他们霸气外露的性格 从明天开始 鼠蛇人在工作上也将展现强劲的气势 他们追求完美 因此在工作中往往不甘平庸 鼠蛇人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不想一事无成 他们靠难得的气魄和勇气 再加上不畏困难的平静 必然能在工作上取得很高的成就 3月21号是鼠蛇人得到指点迷津 更上一层楼的好时机 并且财运也非常旺盛 在3月下旬 鼠蛇人得到解贪狼吉星的庇佑 有机会改变较长一段时间事业运 平平淡淡的状况 机缘一来 运程就会如鱼得水 把握好运气 财源滚滚 得到贵人的帮助 则生活一切顺心如意 鼠蛇人是努力上进的人 属于未雨稠谬的类型 成熟稳重 处世坦荡荡 内心始终怀抱一个伟大的目标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好好把握机会 逆转人生 财富随时而来 他们身边一直有贵人相助 聚财能力一流 事业也风生水起 生肖蛇的人生活很朴实 但有时也能大显身手 让人惊讶于他们的财力 并因此更加尊重他们 他们总能得到贵人引导 转运开运 逢凶化吉 3月21号升官发财的可能性很大 赚的百万的机会轻松可得 生肖蛇的人初期可能会有凶星火花的影响 但许多人身旁并不会发生太多的灾难和喜事 生活也不会遇到太多的艰辛 3月21号 财博公得到文曲吉星的庇护 12生肖之狗 生肖狗的人以自己一生的经历证明了他时 干事和创业一定会有好结果 他们总是认真努力地表现 12生肖之猪 生肖猪的人通常性格较为温和 对人友善 并且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他们在前半生往往比较轻松愉快 但也可能会因为对事物的过度信任而犯下一些错误 不过当他们进入中年以后 往往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拥有更好的生活规划和更积极的人生态度 生肖猪的人在职场上往往能够得到上司和同事的信任和尊重 能够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合成就感 此外 他们也很注重家庭生活 会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温馨幸福的生活环境 生肖猪的人天生就有一股气势 这决定了他们霸气外露的性格 从明天开始 鼠蛇人在工作上也将展现强劲的气势 他们追求完美 因此在工作中往往不甘平庸 鼠蛇人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不想一事无成 他们靠难得的气魄和勇气 再加上不畏困难的平静 必然能在工作上取得很高的成就 3月21号 是鼠蛇人得到指点迷津 更上一层楼的好时机 并且财运也非常旺盛 在3月下旬 鼠蛇人得到解贪狼吉星的庇佑 有机会改变较长一段时间事业运平平淡淡的状况 机缘一来 运程就会如鱼得水 把握好运气 财源滚滚 得到贵人的帮助 则生活一切顺心如意 鼠蛇人是努力上进的人 属于未雨稠谬的类型 成熟稳重 处世坦荡荡 内心始终怀抱一个伟大的目标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好好把握机会 逆转人生 财富随时而来 他们身边一直有贵人相助 聚财能力一流 事业也风生水起 生肖蛇的人生活很朴实 但有时也能大显身手 让人惊讶于他们的财力 并因此更加尊重他们 他们总能得到贵人引导 转运开运 逢凶化吉 3月21号 升官发财的可能性很大 赚的百万的机会轻松可得 生肖蛇的人 初期可能会有凶星火花的影响 但许多人身旁 并不会发生太多的灾难和喜事 生活也不会遇到太多的艰辛 3月21号 财伯公得到文曲吉星的庇护 十二生肖之狗 熟狗的人有迷人的风采 拥有坚强的心理素质 即使面对泰山崩于前的挑战 也能不动心神 他们充满信心 善于人际交往 在工作中尽职尽责 既有贵人指点也有机遇 从未输给竞争者 从2023年开始 属狗的人财运和平形线一样升高 存款持续提高 财富富裕无缺 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们将继续努力工作 提升自己的事业 赢得更高的声望 不久的将来会继续迈入丰富的运势 财富不断增长 好运持续 微家人带来更多财富 属狗的人喜赢新生命 财富和幸运大丰收 过富裕而奢华的生活 属狗的人在事业和官运方面都非常顺利 岁前务土正观透露 而属狗的笔尖心鬼水和务土正观 有物鬼化和火炬 主宰贵人运 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和照顾 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占得一席之地 从而获得晋升加薪的机会 3月21日 财神和贵人都会光顾 财富大发 接踵而至 属狗的财运开始缓慢提升 随好运的到来 提升的速度也加快 他们再次赢得财神的青睐 财富高涨 生意兴隆 惊喜不断 属狗的人天生客观 善于调整自己的情绪 情商和智商都很高 在许多方面都能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心态 对于做大事 属狗的人是最佳时机 如果有独当一面的项目投资或做买卖的企业愿景 2023年将会很快实现 即使是小的投资也能获得巨大的回报 加上属狗的人未来将会遇到紫薇和岳德两颗强悍的吉星来到命宫 财富天降 好事接踵而来 在职场上 他们获得了巨头的认可 迅速就能赚大钱